雖然環境局標榜本港回收率增加至五成二 呼籲市民加強源頭減費工作 但原來局方的實際舉措是反其到異行 環保團體地球之有一項調查就發現 本港街頭垃圾桶和回收桶的比例嚴重失行 組織去年在港九和新界三個地點展開調查 發現平均每20個垃圾桶才有一個回收桶 即是市民需要走逐半個運動場的路程 才能將垃圾棄置在回收桶 調查又發現大約五成市民會將回收物 例如膠樽、廢紙和金屬等直接釘入垃圾桶 原因主要是負責收集回收物的承辦商都不會清洗回收桶 不過回收桶都採用揭蓋式或者推蓋設計 很多市民都怕骯髒甚少會伸手拉開回收桶 團體建議港府參考台灣和韓國較為開放和透明的設計 另一方面 綠嶺行動從去年10月展開為期一年的以物易物活動 鼓勵市民積極回收 至今已經回收超過1200公斤的塑膠 但組織發現市民對回收垃圾 特別是回收塑膠的意識依然不足 希望加強大眾回收的概念 其實現在我們香港的對面區即將會爆滿 其實我們所有市民都需要 整個社會都需要面對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其實希望大家可以養成一個回收的習慣 組織又批評當局 現在將回收和垃圾桶分開放置 大幅降低市民的回收意欲 促請當局盡快設置四合一回收桶 OM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